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學校啊 我同學很討厭 他把我的書包丟在地上 這個時候你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蛤 怎麼會這樣 那你有沒有告訴老師 好 建議又出來了 就是有大老婆會說 我一定要他近身出戶 一毛不慎的離開我 也有被外遇的老公說 我要他永遠都看不到小孩 很遺憾的 上面的這些說法 現行法律都不是這樣子的喔 還是別忘了趕快去看醫師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才不會讓帶狀泡枕 這條這麼可怕的蛇 跑出來就是清洗我們的身體喔 後來這個孩子 就跟他的媽媽講就說 我第一次就告訴你說我不要了 你為什麼聽不懂 這三個字到底是 我不要的哪一個字 你聽不懂 那個媽媽就很無奈的講了一句話 他說有一種惡 叫做媽媽覺得惡 然後用眼神的教會代替 你們在按摩時間的一個溝通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促進親子親密互動的一個活動方式 什麼叫有幸福感呢 如果一個不成功的人士 或者是一個愛抱怨的人 他每天都在否定自己 否定這個國家 否定國家的景氣 甚至否定他自己的能力 有幸福感的人常常會說 我很滿意我現在的生活 我很喜歡我的自己 我們常講女人怕老怕老 那怕老的時候 我覺得清潔跟保溼 就非常的重要 那清潔就從卸妝開始 如果你今天在一個聚會當中 你看到一位朋友 或者是同學 他滔滔不絕的 在表達自己的一些感覺 這個可能就是我們俗稱 叫孔雀型的人格特質 認同你要唱歌的這件事情 然後認同你的是不會唱歌 是因為你心理上的一些 無法突破的黑點吧 然後去學唱歌 你才會學得出來 因此近代的兒科醫師 我們會相當注重孩子的生長發育 是不是過胖或者是過瘦 或者是飲食的偏差 這一些會影響他以後成年之後 是不是比較容易產生代謝症候群 這樣子的疾病 第一個呢 這個你在書局 便利商店買的這個本票 它都是符合法律上的刑事要件 本票有三個必要的記載事項 一定要由發票人 就是這個債務人要自己填寫 否則將來債務人 可以來跟你主張 本票債務不存在 其實困難的背後就代表 它就是一個很大的商機 因為不只有你 可能會遇到這樣的困難 別人可能也會遇到 所以第一個 上腳正氣到底要不要打麻藥呢 第二個 上腳正氣會不會很痛呢 這個問題應該是一起的 大家都擔心很冷痛 所以會擔心 是不是需要有上麻藥的問題 在講法國 有一個非常愛小孩的保姆 他把小孩照顧得無為不至 然後那對中產階級的夫妻 也盡其所能的善待他 但到最後 那個保姆竟然殺死了兩個孩子 為什麼 你有沒有發現呢 在春天這個季節呢 很容易有過敏的現象 那時候我們其實可以做一個小小的呼吸練習 讓你的呼吸比較順暢 我們要先用吸氣 我們一吸 可以拉吐 花大概兩公噸的玫瑰花 只能產出一公斤的精油 甜層呢 我們只要用手擠一下 我們就可以感覺到它油的部分 首先這一道叫做彩虹戚風蛋糕 我們先看彩虹戚風蛋糕的味道 好 其實戚風蛋糕有時候 其實有時候也會很尷尬 就是說它做得很硬 其實吃起來會把你嘴巴的水分都吸掉 其實也不太舒服 你未來去確定你自己會創業的話呢 其實你對看待工作 實際上有另外一種方式去看待 因為你要提高未來創業的成功率 所以你必須更投入現在的工作 今天主要就是要拿掉佳華的檯味 其實我給它的就是櫻倫森氏風 帶有一點點雅皮的味道 好喝的綠茶呢 它嘴吼的那個湯色會非常的清澈 然後非常的有亮 然後呈現淡淡的黃綠色 那這樣子的綠茶的茶湯 你光是還沒有喝之前 你就會泡出來 它就會有一個非常強勁的花香 接下來我們就請師傅來做一個封釘的儀式 為我們做說明 師傅 通常我們封釘的順序呢 會按照一個粗字型的順序 是取其粗釘的意思 其實我覺得啊 你不要覺得 男人沒有注意你的變化就是不愛你 他沒有發現你換了髮型 或是你換了香水 其實他只是覺得 他跟你交往已經慢慢的有安全感了 所以就不會刻意在乎這些小姐了 所以就不會刻意在乎這些小姐了